吉祥瑞,大家好 今天呢,跟大家 好好的分享一下 好好的分享一下 风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 其实就是在你们的 其实就是在你们的这个 这个家的外面的环境 这是最重要的 我们家外面的环境 理解了吗 我们家外面的环境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么今天 你们已经住在你们现在的家 已经住在里面那么久了 是不是 所以也应该懂 你信吗 很多人呢 他们已经住进他们的家 已经住进十年了 但是他并不了解 并不了解 四处的东西 一个人的家 大家记住了 你们的屋子 你们的屋子 千万记住 千万记住 不要找到你们的家 我现在说的是你们的家 你们家里面找得到东方吗 太阳上山知道在哪一个地方吗 一定大多应该知道 一百个里面 我相信有九十个人会知道 十个人有些blbl了 不懂了 没有关系 但是至少你家人 全家人 有一个人会知道 你说是不是 所以你们家里面 东方在哪里 东方到底是在哪里 东方到底是在哪里 你知道吗 好 记住了 那个东方不是青龙味 你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 我去看风水 真的是 哎呀 有时候啊 我们看风水 我们教 我们教 我从九三年教到现在了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 当然一直跟着跟着我们的 跟着我们的 他他知道 他懂 但是我说的就是 没有 没有很多的那个风水基础的人 他们就没有 没有了 他就没有跟 跟跟 跟不上 他都跟不上了 所以一定要记住了 一定要记住好不好 好不好 一定要记住 我们家里面的风水 那我每次去看风水的时候 我都一而再 再而三 一直在告诉你们 我们东方 东方家 家的东方 家里面的东方 那不是青龙味 你要记住 青龙不是这样分的 青龙一定要以坐山来分 在你的家 你要记住 在你的家 你一定要以坐山来分青龙 听得懂了吗 你一定要以坐山来分青龙 也就是说 找到坐山的位置 先找到坐山的位置 那怎么样找坐山的位置呢 师傅 很简单的 我现在就教你 怎么样找坐山的位置 我们先说马来西亚 所有的排屋 新加坡 马来西亚都一样 排屋也好 记住 SemiD也好 半独立也好 独立也好 你要记住 你的 这个 这个铁门 你整坐 我们先说私人屋 你整坐 因为我一直搞重建 不是搞重建 我一直看重建 看重建 我们重建 只要要看风水的话 要看重建的话 那个价格是很高的 因为我们要跟两年 我们要跟两年 现在有可能 有些还要跟到两年半三年 因为 延期嘛 我们也要跟着 但是没有加钱了 好 记住了 所以私人屋 要记住 私人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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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排屋 你整坐 懂吗 你整坐 你整坐 坐 坐山的 听清楚了 听清楚了 一定要听清楚 绝对不是东方就是青龙位 不是 千万别这么搞 你这样搞的话就完了 你这个整间家的格局 就不知道是什么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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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些 他说你家没有青龙位的 那就更糟了 那就更糟了 那更不会了 你把东方当成是青龙位 那还有的理解 明白吗 你把东方当成青龙位的话 那就说 你one plus one equal two and a half 那可能说你还有错 我们可以跟你修改一下 明白吗 因为你至少知道青龙 青龙点数在哪里 明白吗 青龙白虎点数在哪里 点数 点穴的点 点数在哪里 那还没有关系 但是你告诉他说 你家里没有青龙的 那就完了 那不用说了 那不用说了 来 我们现在告诉大家 当我们进门 我现在说的是 一层一层的屋子 不管你的是什么屋子 一层一层的屋子 记住了 不管你在几楼 听清楚 我们大门一打开 就看到你的窗口 大门一打开 直直 直直就是窗口 是不是 大门一打开 直直就是窗口 听清楚了 说三次了 听清楚了 大门一打开 就看到窗口说直次 第五次 大门 大门一打开 就看到客厅的窗口 对不对 记住 客厅的窗口 就叫做坐山 写下来 很重要 这个是风水里面 风水不找坐山 那你还 跟风水 还有什么相干 风水不找坐山 跟风水有什么相干 就没有相干了 一定要记住 今天你今天不分享 给你朋友的话 就别碎了 就坐廊别碎了 steady人不 分享给你朋友 好不好 分享给你朋友 记住了 来记住了 所以大门一打开 前面就是客厅 客厅就是你的坐山 客厅的窗口 那个地方就是你的坐山 听得懂了吗 很简单 我再说一次 大门一打开 看到客厅的窗口 客厅的窗口就是你的坐山 理解了吗 好 open seat就是像 这边是坐山 这边就是像 很简单 找到坐山 什么都齐全了 第一 第二 大门一打开 看到墙壁 没有看到 看到一墙壁而已 看到墙壁而已 那么我的客厅窗口在哪里呢 在左边 在左边 听到了吗 右边是坐山 再说一次 大门一进去 看到一个墙壁 没有看到窗口 转左 转左 是我的 这个 转左 是我的客厅的窗口 那你的坐山在右 大门一进去 看到了墙壁 大门进去 看到了墙壁 转右 是你的客厅窗口 那你的坐山在左 理解 所以大家现在明白了吗 终于明白了 坐山重要 非常重要 坐山是非常重要的 坐山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一旦有了坐山之后呢 背要对坐山 记住 背 背要对着坐山 你就能分 左青龙右白虎 前猪穴后旋舞 你就能够分得出 要不然的话 你就分不出了 那么有没有看方向 绝对不看方向 记住 家里面的青龙白虎 猪穴旋舞 不看方向 你也要记住了 明白了吗 你要记住 他不看方向的 你不可以把东方 家里面的东方 说是青龙 那是不对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 你千万别犯这个毛病 你别犯这个毛病 千万要记住 所以大家要记住了 没有看方向风水也好 有看方向风水也好 不管怎么样 一定要懂得坐山 我再说多一次 我再说多一次 我一打开门 前面就是我的客厅 客厅就是我的窗口 或者我的保护 那个客厅窗口 那个位置 就叫做坐山 听清楚 我再说一次 我打开门 我打开我的大门 我就看到我的客厅的窗口 或者我客厅的保护 那个保护 或者窗口 那个地方就叫做坐山 记住了吗 好 第二个重 我一进门看到墙壁 我转左 是我的客厅和窗口 或者保护 右边就是坐山 我一进门 是墙壁 我一转左 我一转右 看到我的客厅的窗口和 这个窗口或者保护 那么你的右边 你的左边就是坐山 理解 我告诉大家 非常容易理解的 但是师傅 我是私人屋 怎么办呢 我是私人屋 私人屋没关系的 私人屋 私人屋的话 你的大门 对不对 你的大门 你进去大门 对不对 你进去大门 那个地方就叫坐山 不管有没有东西 那个地方就叫坐山 私人屋的不一样 那有些人说 我的 特别是马来西亚朋友 他说我的大门 没有 我没有墓门 我跟人家看风水那么多 我也有看过一些 没有墓门的 那么他不是有sliding door吗 同样的sliding door sliding door的外面 就是他的停车的地方那边 就是他们的像 而他的后面就是他的坐 私人屋比较容易看 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OK 来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说 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 我呢 用了这个 用了这个 我download了一个 然后我们就可以 今天 就可以告诉你 但是有一句话 我们必须要说清楚 就是 家里面 家里面 有青龙白虎 猪坠全虎 但是不可以东南西北来分 你要记住 你不可以东南西北来分 但是 你用东南西北 你能东南西北呢 是来分你的24三 而且分你的分经理器的位置 那是可以的 但是其他东西不能做的 所以还有一点 窗口和大门 大门同一面 窗口和大门同一面 对 好 我知道 有一些是 大门在这边 窗口在旁边 对不对 我知道 大门在这边嘛 这边是大门 旁边是窗口 对不对 我的头是大门 旁边是窗口 对不对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好 记住了 你一进去就是坐山 好 你一进去就是坐山 理解了吗 理解了吗 要记住 要记住 好 所以一定要记住我的话 大家 如果你们不懂这方面的坐山的话 那你就不知道是什么叫风水了 这是最基本的 这是最基本的 也是很难教的 但是我觉得一点都不难 我觉得一点都不难 大家要加油 一定要今天要好好的听 因为今天呢 我用了这个 我用了这个 我们今天 就告诉你 你的家 我尽量 我尽量 我也是刚刚用这个 我尽量的 用在你的家 用在你的家的附近 用在你家的附近 找出 找出我们的青龙白虎到底是在哪里 你一定要懂得 一定要懂得 我们家的青龙白虎味到底是在哪里 你一定要知道 你不知道的话呢 那就蛮可惜的 明白了吗 蛮可惜的 蛮可惜的 所以我们说 左青龙右白虎 前珠穴后玄虎 这个你一定要懂 好不好 一定要懂 首先呢 家里面的座山 你一定要把它搞清楚 听得懂了吗 家里面的座山 你一定要把它搞清楚 你把家里面的座山 搞清楚了 就只有三个方法 我刚才教过了 我刚才教过了 只有三个方法 我教大家怎么样找座山了 来 我们先讲这个 我们先讲这个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一定要记住了 这个位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找座山 找座山 好 来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再说多一次 大家准备 准备 准备 来 我再重说一遍 重说一遍 好 我们一打开大门 一打开大门 就看到我们的保可尼 或者是我们的窗口 客厅的窗口 或者保可尼 你的座山就在保可尼 或者窗口 听得懂 第二种 这是我的 这个是门 这是门 这个是门 那旁边是窗口 旁边是窗口 我现在在家里面 我在家里面 我这个头是门 就是我的门是看外面的 门看外面的 然后窗口呢 是在我旁边的 看到吗 窗口在我旁边的 跟我的门是一致线的 那记住了 你走出去那边 叫向 你的背后 你的门在这边 你的背后叫做 座山 座山是在背后了 明白了吗 好 另外一种 OK 来 再来 我们再说了 好 我一进门 我一进门 是墙壁 我一进门是墙壁 左边是我的窗口 左边是我的窗口 或者是我的保抗尼 那记住了 座山是在右边 我一进门 看到墙壁 我一进门 看到墙壁 右边 右边是我的客厅和窗口 那你的座山是在左边 就是这么简单 OK OK 很好 那么大家都明白了 因为什么呢 知道了座山之后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记住了 我们的背 一定要对着座山 当你知道座山之后呢 你的背 要对着座山 你要记住 你的背 要对着座山 哪里是座山 师父教了是吗 梁师父教了 你懂了吗 懂 背后对着座山 然后呢 左边 左青龙 右白虎 前株穴后 玄武 全部你都懂了 你都懂了 那就行了 全部你都懂了 那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 明白了吗 懂了吗 这个很重要 明白了吗 这是很重要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好 来 那么现在我们终于知道了 我们终于知道 座山了之后 我们终于知道 座山了之后呢 既然大家都懂了 都懂这个风水的 基本 基本的 基本条件 你都懂了之后呢 我们 今天就可以开始 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因为这个真的不难懂 真的不难懂 好不好 好 师父你好 请问 座山 可以放沙发吗 不 那个 那个座山 是不可以放沙发的 我们 宅中 座山 不能放沙发 我们放沙发 要放在什么呢 要放在我们家里 最长的 那个墙壁 家里最长的墙壁 放沙发 家里最短的墙壁 你可以放电视 也就是说 我们沙发的后面 那个墙壁 一定要藏过 我们的 电视的墙壁 我们沙发后面的墙壁 一定要藏过 我们的 这个 这个电视的墙壁 你千千万万 不要把这 这种东西给颠倒了 把这个东西给颠倒的话 那就麻烦了 那师父 没办法 我的前面是短墙壁 我的沙发后面 是短墙壁 我的前面是长墙壁 要怎么样呢 那 这个就可能 要用一些方法 来帮你们 怎么样去 把它转变了 但是你觉得怎么样 你觉得住的怎么样 好啊 好 那就不要去转它 不要去动它 可能你就适合 但是全家人 五个人 但是只有你一个人觉得好 四个人觉得不好 那你要考虑一下 要注意一下 好不好 我们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 这个是真的是很好的 很好的 它叫做 OneMap OneMap 它的名字叫做 OneMap O-N-E-M-A-P OneMap 这个不是一个 Root Directory 但是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 App 是吗 这种叫App 是一个非常好的App 你们可以自己下载 但是现在不要下载 现在我帮你 OneMap 很容易 等一下你再下载 我现在先告诉你 来 告诉我 新加坡 告诉我 告诉我 来 我们抽第几个呢 我在我这里抽第八个 好不好 在我这边抽第八个 第八个好不好 抽第八个 第八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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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出你们的 打出你们的 新加坡邮区 打出你们新加坡邮区 我现在带你们去 家里面 家里面分青龙白虎 记住了 青龙白虎 朱雀全武 在家里面是不能够看东南西北的 一定要找到座山之后呢 这四项全部都会出来了 明白了吗 听得懂了吗 OK 那么第二个 一定要记住了 要记住 你们的青龙白虎在哪里 在你们家的周围的外面 现在我就教你们怎么样 所以今天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今天非常重要的一天 一定要懂 一定要懂 OK 来 打出你们的新加坡邮区 我们看第八个 第八个 第八个 我们去林贵人那边 OK 好 大家等一下 等一下我们再start多一次 521618 OK 好 我再重复 5216 618 对啊 好 这个地方是在 Dampenis OK 你face 你 林贵人 我问你啊 你的前面是不是一个 是不是一个那个 Bangry School啊 你的屋子的前面 是不是Bangry School啊 是吗 你的屋子 屋子的前面 前面是不是 You are right 是不是 你的屋子的前面 是不是一个Bangry School 对的 对的啊 是的啊 那就是前面哦 那你 你这天家是坐南朝北咯 哦 你这天家是坐南朝北 是不是啊 因为我不知道啊 我看这样不知道啊 好 来 我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给大家看的这个风水 我教大家怎么样看 然后你们也会学 你们也会学 我相信你们会学 而且学得很好 好 等一下啊 来 这个 OK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知道 那么怎么样分这个青龙白虎 猪血弦虎 好 我们怎么样去分 怎么样去区分 等一下 OK OK 好 来 看一下啊 懂吗 一间屋子啊 一间屋子 今天风水 大家学了真的是很有用 很有用 非常有用 我们的灵贵人的家在这个地方 但是他没有告诉我ABC 618 618 不懂是A还是B还是C 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为什么 你看 大家看一下这边 618 有A 618 有B 618 A 618 B 看到吗 它是一个区 它是一个区 是这样子的 A 它的是A 等一下 OK 好 这样子啊 好 它这间屋子是这样子的 形状的 好 它的是A OK 好 它的是A 好 看到了 这边 那么 前面是有学校 前面有学校 我们从这个图来看的话呢 前面这边是没有阻挡的 所以呢 我们的林贵人 当我们面对学校的时候 在风水上 当我们面对学校的时候呢 我们要住高 千万不要跟学校打平 明白吗 学校几楼 你几楼 打平 打平 打平的意思 明白了吗 打平的意思 打平的话呢 那就比较逊色了 打平就比较逊色了 记住了 那么 如果是低过学校的话呢 因为 学校 有学校的位置呢 Automatically 它就是一个文取的位置 它就是一个文取的位置 有学校的位置 就是有公民的位置 也就是一个文取的位置 Branberry School 倒没有什么 如果是Secondary School的话 那你最好是高过那个Secondary School 要记住 要记住 那么 矮过它的话呢 比如说这个 有三楼 四楼 然后我们矮过它 我们只有住二楼 一楼 也不是说不好 也不是说不好 但是呢 这样子的话 你们的光线好不好 如果说你矮过你的学校 矮过 矮过你的家 矮过这个学校 但是你住的特别的 特别的 就是你的客厅特别的亮 那就不一样了 那是沾了这个 这个文取新的光了 文取新的光了 是非常好 中学比较注意重一点 中学 中学一定要记住 高过中学 如果是小学的话呢 那当然也可以高过它 总而言之 有学校在前面 在我们的前面 影响的是这几个人 这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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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特别注意的是这几个 看到了吗 好 那么来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等一下 我这样子给大家看 等一下 我放小一点 这样大家有可能会看得舒服 OK 好 大家注意好 这整座 这全部 它这全部 看到吗 好 在风水上 这个地方就是 这个地方是青龙出没的位置 青龙出没的位置 我想要知道 这条是 这个是什么来的 这个 林贵人 林贵人你告诉我 你这个青色 这个东西是什么来的 这个青色的 麻烦林贵人 打上来告诉我一下 所以你们要时常在这边 你才能够回答我的问题 好 等一下我们再抽其他的 这边 这个青色的是什么来的 你麻烦你跟我说一下 这个青色不懂是什么东东 是谁吗 我不知道 好 我们要知道一下 这青色这个 来 林贵人公园 哦 是公园 这个是青龙 懂吗 这个garden 这个garden的地方 青绿化它很美 所以这边的青龙是很旺的 这个青龙是很旺的 很旺的 看到了吗 这个青龙 这个位置 青龙的位置是很旺的 然后大家注意看 这个 这个青龙的位置 当然这个garden 我就不知道 它的garden是走这样走这样 那我就不懂 要当场看才知道 但是大致上 这条青龙 对你有帮助 然后呢 你的青龙 就在这个位置 我这样子 我这样子放 我这样子放 这个青龙 那我不知道 为什么这边要断线 我不懂 我不懂 为什么这边要断线 断线的原因是什么 我就不太清楚了 但是大致上呢 这个地方 就是你的青龙的位 而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你的青龙的位 懂吗 懂吗 这个青龙 青龙在这边 白虎在这边 所以你一定要懂 你一定要懂 我看有没有那个图 我怕 我怕你们不知道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知道我在讲什么 到现在为止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知道的人打 知道 yes ok good 很好很好 你知道我就放心了 因为有些人 他不知道 我在讲什么 他完完全全 我们在 继续 好继续 好继续 继续 继续 ok 老板就要继续 就要继续了 老板说继续 我们就要继续了 老板说不继续 我们就不要继续 就要停下来了 所以要记住了 要记住 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一座 要注意的是这一座 这一座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座 他的 他的好 我们不知道 因为你看 他这座 他的前面 他给我的感觉 就是他没有挡住的 你看到吗 这座 627是吗 我看不到 我看一下 627 627 627这座 627这座 他是没有挡的 等一下 我调一下 等一下 sorry 我调一下 ok 这座是没有挡的 这座是没有挡的 是相当不错的 相当不错的 这座 好 那么对面 对面有什么尖角 对我们的话 以我这样子看 以我这样子看 这个度数是没问题的 明白了吗 大家记住 是没有问题的 好 那么这边 就是属于是青龙 这边要记住 这个地方是属于是青龙的位置 当然 当然 这个地方呢 就是属于是白虎的位置 白虎的位置 所以我们就这样子 在风水上 在风水上呢 我们要懂得 要懂得 青龙白虎一旦坐位了 等一下 我这样子 ok 我这样子看 我放大一点点 放大一点点 好 那么这里就是我们的中心 我们的中心 我们叫东南西北 懂吗 东南西北 那么这边是他的什么呢 后什么呢 后是玄武 那么这个玄武 这一座主屋 这整座主屋 这个后玄武是什么呢 也叫做文曲帝 玄武 也有些人叫做玄文帝 其实就是玄武 然后呢 又是文曲 他们就是叫做玄文帝 也可以叫玄武帝 所以这个是这个学校 这个学校压力会挺大的 我不知道是什么学校 但是这个学校是压力会挺大的 这个空间的压力是挺大的 然后他青龙是挺长的 那么在我们的格局分析里面 如果说你住在中间 只有住在这些地方 只有住在这些地方 懂吗 所以你要分清楚 他东南西北 东南西北 懂吗 南在这个地方 朱雀 朱雀 朱雀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些屋子美不美呢 漂亮 我觉得漂亮 漂亮的原因是什么呢 如果住在这边的话 没有什么阻挡 就相当的好了 为什么 你看他朱雀非常平 看到吗 他的朱雀非常平 然后大家看到吗 这一座 他这里长 看到吗 他青龙长 他白虎短 青龙长 这边是白虎 白虎短 但是林贵人 林贵人他的家 就偏偏在这个地方 你说他是白虎吗 他不是白虎 你说后面是玄武 后玄武 他后面玄武又不像玄武 所以他就卡在这个地方了 那么卡在这个地方代表什么呢 在风水上 这个地方卡住了 也就是说 你的事业 你说高吗 他不高 你说低吗 他也不低 就是上不上下不下 就会被卡住在这个地方 你说钱吗 他多了 他不多 你说少 他也不算少 就是就会被卡住在这个地方 被卡住在这个地方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 既然他的青龙有利 对不对 所以林贵人必须要在他的青龙方 坐山 坐山了之后呢 找到青龙方 青龙方呢 放一些吉祥物 他要在青龙方呢 把那青龙给引进来 懂吗 把那青龙给引进来 这边啊 这座这边的人啊 引青龙特别容易 这边住在这边的人 引青龙特别容易 特别特别的容易 特别特别的容易 Oh my god 所以啊 他住在这个地方 住在这个地方 那么如果说选择的话 我们选择住在这里的话 也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师傅 后面这里呢 不是 这边全都是叫做中公卫 这边叫中公卫了 只有这边是白虎 一二三四 看到吗 这边是一二三四 白虎 那么白虎墙还是青龙墙 当然是青龙墙了 这个青龙旺盛了 青龙非常非常旺盛 看到了吗 懂了吗 所以 在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就能够把青龙白虎 住卷玄武呢 给分得非常的清楚了 理解吗 非常容易理解 你说是不是 是不是很容易理解 是不是很容易理解 来 字顶这个呢 是七三二零一二 七三二零一二 OK 好 来我们再来啊 七三二零一二 对不对啊 七三二零一二 这个地方叫什么 灰灰的字 Street Vista Muscling 在Muscling OK来 大家看了 看一下 好大家注意 这个是不是 这个是不是 Fryover 这个谁啊 Daniel Darrens Darrens 原来是Darrens 是你 Darrens 你这个黄黄的 是不是Fryover 是不是 快速公路 飞上去的 在上面走的 是不是 我不懂 我要问你一下 还是 不是 只是一个highway而已 你跟我讲一下 好不好 因为 我不懂 我不懂你这个是什么 只有你懂 我不懂 他说是什么 大陆啊 大陆是吗 他讲 是普通马路 普通马路啊 OKOK 马路啊 普通马路 OK好 来 大家注意啊 普通马路吗 这普通吗 这不普通吧 这个应该是什么 什么highway 还是什么东东吧 我不知道啊 不懂是什么啊 normal route OK好 normal route 你看啊 你说这个是normal route 对不对 normal route 应该是大陆吧 我可以这样说吗 因为你看 这个normal route 这种才叫normal route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我不懂啊 这个是不是叫normal route 这个是不是叫normal route 因为这条路很重要啊 为什么呢 你看啊 它这个叫四面环水 知道吗 我要知道 它这边是不是路 如果这边是比较大的路 是不是大路啊 不是高速公路 大路 是啊 是啊 Eddie是哦 来我们的谁啊 D Darrens啊 Darrens 那个是不是大路 是大路啊 是哦 是大路 对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 这个不算大路啊 这不算大路 这不算大路 看到吗 四面环水 这个叫四面环水 在风水上 你如果看风水 你就知道了 因为 我们在这边 我们看不到外面 你懂不懂 我们在这边 我们就可以看到外面 这个叫四面环水了 那么水有没有引进来呢 你这边的水 有没有引进来呢 你注意看这个啊 我放大给你看啊 等一下 等一下 OK 你看你这边 你看你这边 你这边是不是可以挽进去的 你你跟我说是不是啊 Darrens来 你跟我说 这边是不是可以挽进去的 可以不可以挽进去 可以你说可以啊 这边可以挽进去 驾车的话 来到这里 是不是可以挽进去 然后来到这边 这边是不是可以出去 是不是可以 白色是小鹿 OK 白色是小鹿 OK 懂 来 你告诉我 我说的对不对 对你说对 对你说对啊 谁啊 Eddy 你是住在旁边是吗 Eddy Eddy 你是不是住在旁边啊 你是住在他隔壁是吗 是的 是的 是的师父 OK好 来 好 来 大家注意啊 今天来 我首先 今天浇风水 这个浇得太好了 我告诉你 来 等一下啊 好 首先这个叫四面环水 记住啊 叫四面环水 不是水了 师父 是小鹿和马鹿了 就叫四面环水 马鹿就叫四面环水 明白了吗 然后呢 它的水呢 它的水啊 流 有没有进来你的家 这个水啊 有没有进来你的家呢 有 你看哦 四面环水 你们明白了啊 OK来 好 因为我们要注意一下 我们要注意一下啊 这个 这个 十二号B在这边嘛 所以这个地方是卡巴 但是我们不管卡巴 车能不能进来 可以啊 从这边弯进来 弯进来了之后啊 看到吗 弯进来是这样子 弯进来的啊 弯进来 所以这个地方呢 也是属于是它的 它的水啊 这边就是属于它的水 它的水流通的位置 流通的位置 那么在风水上啊 在风水上 来 好 等一下啊 好 在风水上呢 大家记住了啊 哪里是青龙呢 它的青龙啊 青龙是在这边 青龙是在这里 就这里了 我给大家看 它的青龙是在这个位置 青龙 它是这样子的 它是这样子的 等一下 等一下 这样啊 OK 它的青龙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看到吗 这个 这个是青龙 这是青龙啊 这是它的白虎 白虎位置 但是呢 Darrens呢 他不用去 不用去想那么多 因为他的位置 在中宫这个位置 他在中宫这个位置 懂吗 中宫 中宫是在这个位置 他的中宫的位置 看到了吗 但是啊 他这一座 对他就有可能 有一些问题了 来看一下 放大 我放大 等一下 这个不可以放大 等一下 这个不用 你这个可以放大 好 来 我们看一下 OK Darrens Darrens 你看一下 这个大牌11号 大牌12号的 这个中央这边 这个中央这边 这个中间 这个位置 Darrens 你告诉我 你的 你的 你是飞行15号 还是飞行 这里 11号 你是飞行15号吗 Yes or no 你跟我说一下 你的 你的家里的飞行 因为这样子 看不出你的飞行 你一桌应该有 你一楼应该有四间 对不对 Darrens 你一楼应该有四间 对还是不对 一楼有四间 对还是不对 好 大家要学 这个是很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一课 很重要的一课 当然要做逃学威龙 就没办法 有缘的人 要好好的学 要好好的学 来 Darrens 告诉我 对还是不对 像15号 师傅 我住26楼 OK 好 他 对了 他向这边 他在这边 所以 他向这边的话 他就逃过了这个问题了 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我怀疑是一个天斩杀 我怀疑 我怀疑是天斩杀 不懂是不是 我怀疑是一个天斩杀 那么这个地方是分金的位置 分金的位置 所以记住了 这个是青龙 这个是白虎 青龙 白虎 那么这边呢 是朱雀 这边呢 是玄武 所以呢 他呢 朝着15方 15 15 大白15 大白15 朝出去呢 这是一个玄武位 懂了吗 他朝着的是一个玄武位 玄武 玄武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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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大家看到 这个玄武呢 就比较可惜了 如果你看 这个也是一个小卡巴 这个车子可以走进来的位置 这个也是车子 只要车子可以走进来的话呢 那这边就是有水 车子可以走进来的话呢 意思就是啊 有来水 看到吗 有来水 但是呢 这个Darrens的后面有来水 有来水 有来水呢 来水溺水 来水是溺水呢 知不知道 钱珠穴是不是 所以啊 这边 他的这个地方是朱雀 朱雀 这个地方也叫做朱雀饮水 虽然是卡巴 但是我们叫朱雀饮水 财呢 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财 财是在这个地方 那么他所向的这个地方 因为他住26楼 26楼挺高 挺高 他朝着什么呢 玄武 玄武 所以呢 他住这个地方朝着玄武 玄武呢 要看到水 水的意思就是路了 来我这样给大家看 学是不容易学 但是大家要喜欢这样子的 看到吗 这个就叫水 这个就叫水 就是我们虽然说有路啊 弯进来 但这个叫水 路沙水都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前面 前面这里 26楼应该是没有什么遮 他这边呢 看到 这个地方是一个弯角 看到吗 这座祖屋是一个弯角的 是一个弯角 这样子的一个弯角 是一个弯角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 他整座 他整座 他这边 所对他的压力 就比较大 也就是说 住在他这一间 26楼的话呢 他所面对的压力会 无形中 会比较大的 所以 当然做事情 要很乐观 明白吗 你做什么事情 你就要非常的乐观 那么求财 说实话 是后财多 这个叫后油水 大家看到吗 Darrens的家在这边 这边是车子可以走的位置 所以这个位置呢 也水 这个叫水 水 水的位置在这边 所以他的财是后财 所以啊 我们Darrens的后财好 后财好 也就是 你做什么东西 你不能够超之过急 明白吗 你一定要 你不要说今天 做工明天 不要做 一年两年 不要做 你要持续的一直 一直在一个地方打滚 记住一句话 叫做水滴池川 你的财是后财 所以大家今天终于学到了 财要怎样看 这个叫后财 后财有利 但是呢 有天斩 有天斩 也就是说 钱来了之后呢 会有很多地方 需要用到它 你就一下子呢 你就觉得你自己 存钱不是那么厉害 存钱没有那么厉害 明白了吗 所以从这个地方 就能看到了 从这个地方 就能看到了 知道了吗 所以我就在想呢 那个地方 是不是一个天斩萨 是不是一个天斩萨 它的背有天斩 我们虽然没有看到 但是背有天斩 没有看到的天斩 叫暗萨 有看到的叫明萨 明萨名化 暗萨无法化 所以一定要记住 今天大家终于看到了 你不要以为说 你的家楼下有停车场 停车场一定有出口 停车场是不是有出口 是不是有出口 有出口的话 那个就叫水 建水为财 这个叫做建水为财 这种叫水 为什么呢 为什么建水就是财呢 有水就有什么 就有车 过去呢 有水就有鱼 有水就有鱼 那么现在是 有水就有车 车就好像小小条的鱼一样的 明白不明白 喜不喜欢 喜不喜欢 好来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尽量讲短一点 来这个叫什么 Sandy Sandy How are you OK 不要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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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Sandy 你告诉我 你这个蓝色的是什么来的 来 Sandy Sandy Wake up Sandy 来 告诉我 来 你这个蓝色 这个是什么来的 来 Sandy 告诉我 这个是什么来的 告诉我一下 OK 来 告诉我 告诉我 来 告诉我 Sandy Are you here Sandy Sandy Sandy说是刘河 刘河 刘河 好 好来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好 Sandy的 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呢 我们说什么 我们说过什么 青龙见水 是不是 这个就是青龙见水 这个叫什么水 叫石水 那石水 这个石水有没有进来呢 有没有进来呢 没有 它没有进来 这石水 看到吗 我告诉你 Sandy 有可能不关你的事 我这样讲 可能不关你的事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我这样讲 不关你的事 但是我给博一下 还是要讲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师傅 你一定要讲 因为是职业病 你懂吗 职业病没有变 我是职业病 没有办法 来 我告诉你 这几座 尤其是这一座 这两座 尤其是这两座 我告诉你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告诉你 这两座 Very good 这两个 Very good 这两个 如果你的命 住在这两座 你还不会发达 这就是你的命了 你明白了吗 就像是财神爷 告诉你 头奖是什么号码 财神爷告诉你 头奖是什么号码 三 七 九 OK 后面呢 你自己去选 但是你只能有一次的机会 你不可以说 选十个 你选十个的话 就猜不中 明白吗 但是你还是选不中 这样没变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所以这两座 这两座是不错的 但是我知道你会告诉我 无关外事 你跟我讲 我的就好了 OK 好明白 OK来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OK来 大家记住了 这个叫做碎楼 英文叫small road 小路 这个叫碎楼 这个应该叫多楼 大路 大路进小路 记住 大路 大路叫做水 大水 小路也叫小水 这个水是这样子挽进来的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等一下 我看一下 OK 我这样子 我拨大一点 我看一下 等一下 我找一下 我找一下 OK 奇怪 他来到这里 这个 这个发水点 懂吗 这个应该是一条死路 是吗 Sandy Sandy来 你告诉我 这个是不是一条死路 就是没有路了 是不是 你说是和不是而已 这个是不是一条死路 是不是stop住了 还是这个map不够硬 他画不了 来 你跟我讲 是和不是 它是不是一个死路 是的 OK 我们这样 这边是死路 对吗 我告诉你 这边是死路 也就是出水地 知道了吗 Wendy Sorry 不是Wendy 是Andy 不是 是Sandy OK Sandy 这边就是一个出水地 出水地 大家记住了 看到这种死路 这种S路 就是出水地 它的水是从这边开的 不是我们 我们 我们洗脸的水 不是冲凉的那个水 这个风水的那个水 懂吗 那么Sandy 你呢 住在这个地方 看到吗 它的出水地 这个出水地 它的地来到这边 哎呦 它分开了 你看 你看它来这里 它的水 这个是水的位置 你看到了吗 这是水的位置 你住的这座 你住的这座 我现在很紧张 我问你 你是不是向着687B 是和不是 你是不是向着687B 是和不是 是不是 你是不是向这边 是不是向这边 哎呦 很紧张 我看是不是 出水地好吗 好好好 出水地好的 好 但是我们不靠出水地 因为它出水大 你懂吗 出水大 你要有投资 你要有投资的人就好 如果说你没有投资 资投就不好了 来 Sandy Sandy 快点 快点 跟我讲 快点 你是不是 是不是飞行在那边 687B 是啊 好 我告诉你 你对着这个地方 就是很好 来我讲啊 我等一下 我讲啊 我告诉你 你对着这个地方 对着这个地方 好 但是你要注意一点 你要注意一点 你旁边这边 我怕的是天展杀 在这里 我担心 这天展杀 在这边 所以你是不是corner house 是不是角头屋 OK 好 大家看到 你现在最大的麻烦 就是如果你是corner house 你是住corner house的话 就没什么问题了 你住角头屋 你住角头屋吗 是不是啊 因为如果你住的是角头的屋子 就是你住在这边 你住在这边 你住在这边的话呢 你离这个地方会比较远一点点 理解了吗 理解了吗 所以我问你啊 你的客厅的窗口啊 你的客厅的窗口 是不是向着客厅的窗口 是不是向着687B 来 我告诉大家 这个来 OK Sandy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对着 OK 不用请 如果说你是对着你的窗口 客厅的窗口啊 是对着这个 来 你放那个 你放那个免提 来来来 免提免提 OK 你可以问他 OK 那你现在听电话的话 你就直接回复我了 就是你的大 你是住这个 这个 这个 脚头吗 脚头对 脚头啊 五房市啊 对 五房市啊 脚头 OK 那你大门一开门 你一开门进来啊 一开门进来 是不是就看到你的窗口 大门进来 对 在右边 OK 看到你的窗口对不对 对对 看到你的窗口 你的窗口有保险啊 没有 没有保险 没有保险啊 OK 所以你一大门一打开 就看到窗口 窗口 站在窗口 就看到大牌 六八七B 对不对 不对 不是啊 OK 你说 六八七 你现在 你现在站在客厅看一下 看到客厅 窗口外面看到什么 窗口我是看到 我的对面是 一个 一个花园 小小小的 小小小的 小花园 你看到花园 我为什么找不到花园 你看到大牌几号 大牌几号啊 因为现在很暗 也看不到 对哦 对哦 因为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 OK 现在你告诉我 你的大门啊 你的大门一走进去 一走进去的时候啊 就是不要转哦 不要转左 不要转右啊 是不是看到窗口 还是看到墙壁 窗口 一个窗口 一个窗口 那个是 小窗口啊 那个小窗口不算 然后你的客厅的窗口呢 在左边还是右边 没有 是在右边 就是窗口 什么单右边 两个小窗口 两个小窗口 窗口在右边啊 OK 你有没有屋图 屋图有 OK 你现在发微信给这个屋图 现在 OK OK好 哇 这个你看啊 我这个啊 我告诉你 哎呀 这个习惯我要改 你懂吗 这个是什么 你知道吗 这叫职业病 这职业病 因为为什么 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 什么 S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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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住的这个位置 很敏感 你知道吗 这个位置很敏感 这个位置啊 在风水上呢 能不能够好 就看这个位置 你知道吗 这个位置 好像 你知道我们这样吗 Klek Klek 懂吗 舒服 有没有 Klek Klek 就舒服 对 她的位置就是这个 Klek 对 就舒服 Klek 不对 头歪 懂吗 你懂吗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们外面的影响很大 我们的外面的影响 真的是很大的 特别是这种 有靠水的 我们说青龙靠水 所以我要教她呢 怎么样吸水 把这个柴给吸进来 OK 在我们的 大家分三个 当我们的客厅的窗口 Sorry 当我们的家 她现在在发那个雾图 你赶快发雾图给她 Sandy OK 来 我告诉大家 今天Sandy这边 我们要谢谢她 她提供这个很好 OK 如果我们看到这种水 这叫做聚财水 聚财 就是我们可以跳下去的 但是你不要跳 叫聚财水 这个大龙沟 大龙沟聚财水 那这个是水 真的水 真的水 叫聚财水 那么如果大 很大 那叫聚财水 那如果游泳池 就可以说是聚财水了 我的屋子前面就是游泳池 那就是聚财水 理解了吗 理解了吗 我们的屋子 我屋子前面有水 那就是聚财水了 那是聚财水了 有人游泳 没有人游泳 没有关系 但是不能发臭 不能发臭 发臭的话 那就不是了 那就不是了 至少她不要臭 至少她不要臭 明白了吗 OK好 等一下 明白 明白 来来来 Sandy的家来了 来 救命哦 Sandy的家来了 来 OK看到啊 真的哦 她的屋子这样 我还真不知道 她屋子应该怎样 我还真不知道在哪里 OK等一下 OK来 我告诉你啊 Sandy 这个地方 你看 她这个也是很特别的 懂吗 好记住了 座山在这个地方 懂吗 这个地方是你的座山 这个是你的座山 你要写下来 Sandy 你要赶快 赶快写下来 这个是你的座 这个是你的像 记住 这个是你的座 这个是你的像 明白吗 这个是座 这个是像 记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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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了吗 Sandy Sandy懂 你要说懂啊 这是你的座 Sitting 这是你的像 飞行 这样子像 这个是像 这是像 如果这边你有窗口 就不得了咯 不用请啊 明天我帮你 帮你做一个窗口在这边 坐像 坐像 记住啊 记住啊 很多人会告诉你 坐在这边 像在这边 是不对的 坐在这边 像在这边 是不对的 OK 好 所以注意啊 在啊 好 来 我们继续啊 继续啊 等一下啊 好 今天啊 Sandy的家 我们看到他的for plan 坐三 他懂了 所以那个窗口 客厅的那个窗口 如果客厅的那个窗口 前面啊 是这个 前面是这个水的话 前面是这个水的话呢 那对你来说是不错的 明白了吗 你的窗口看到这边 你 我听到你家很多人 你要跟他们讲 明天啊 大家去看一下 今晚不要看了 今晚太晚了 明天 如果说这边都是啊 你的窗口可以看到这些水 那就很好 但是有一个条件 就是你要住高一点 记住 要住高一点 所以大家记住了 当我们家出现这种真的水 有没有钓鱼 我不用紧 出现这个真的水叫聚水 聚宝盆的聚水 如果出现到这种呢 这种呢 大陆 大陆 这个叫财 这个财 水呢 水它本身能够带来无穷的财富 财呢 它就是财 明白了吗 财呢 它就是财 那么这些呢 来我再这样 我放打 OK 大家看到吗 这个 OK 看到吗 这个 这个你看了 这个路 这样走 这个 这个也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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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这些也是水 但是这个是主 这是负 这是主 这是负 这样子的 这样子走来走去 叫 这样子的 这些 就叫做水 但是这是负水 这是 这是属于是 是主水 记住 主要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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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 好 那么 现在我们看一下 OK 好 我今天这样给大家看了 记住 你看了 这样子 这边 这边有点偏弯的 所以 这个地方呢 如果没有错的话 没有错的话 因为我们没有去看了 没有错的话 这个地方是东 这个地方是东 东就是它青龙 懂吗 青龙见水 就在这个地方 青龙 好 那么 这个是存放压力 因为你不在青龙 不在白虎 你在中宫 懂吗 这个家 记住 Sandy 你要记住 压力不能解决问题 全家人 一定要把 什么好 不好 大家互相的 讲 互相的讲出来 明白吗 大家一起 开开心心 讲出来 这样子就OK了 开开心心 讲出来 把问题 讲出来 那问题就解决了 那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你把问题 闷在心里面的话 那你就中 这个物质的忌了 所以千万记住 中宫这个位置 你看 来 我再放大 OK 我放大给大家看 你看 这个 看到吗 它是爆还的 它是爆还的 来 我告诉你 刚才那两个位置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它把它给这样子 爆在一起的 懂吗 它把它爆在一起的 所以这种呢 这种乌相 在风水上呢 就是会有存放很多压力 要怎么办呢 要尽量的 跟家人解除一些压力 解放 让自己 哎呀 好了 我告诉你哦 就把问题说出来哦 那你 你这间屋子 就没有问题 住在越高 住在越高的话 对你们的运势是越好 越高 运势是越好 这个很重要 越高的话 运势越好 所以啊 我们 我们一定要 一定要先参考的 然后大家看一下 这个还有几个地方 看一下这边 你看 你看 还有几个地方 你看这里也是这样的 有没有 看到吗 看到吗 这里也是这样的 Muscle man Muscle man 看到吗 这边也是这样的 这边也是这样的 这种形状是 有着压力的 那个好像拳头对拳头打 拳头对拳头 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 拳头对拳头打 这个看到吗 拳头对拳头 这种是比较有压力的 比较有压力的 所以我们的Sandy的呢 他这间屋子 不算青龙 不算白虎 不算猪雀 不算玄虎 他就坐落在中央 中央这个地方 坐在中央 记住了 记住了 那么 你们 你的这个财 你这个财 最旺的财在哪里呢 在这个地方 聚水 这是 那么你看 当我们看到这种水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这种水的时候 我们叫聚水 当我们看到这个弯度的时候呢 我们叫做聚糖 它就是一个糖了 聚糖 它在这边 弯 是一个聚糖 好 来看 OK 等一下 好 大家看一下 这个叫分金 这个分金 水来到这个地方了之后 它就分 水来到这个地方就分 还有 水是走这样的 或者走这样的 它的分别性也是很大的 分别性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 这边 Sandy Sandy 你要记住 你们聚水的地方 聚水的地方 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财是最好的 所以你在家里面 尽量的 尽量想办法 不管是对着墙壁也好 对着什么也好 你尽量对着这个地方 对着这个地方 比如说放凹镜 葫芦 什么 你放在对着这里的话 你的财就会特别的顺 听懂了吗 你的财就会特别特别的顺 就会特别的顺 理解 所以大家你看 学风水 我们一定要 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有这样子的 一个学问在 那么你才知道说 原来我的家的风水 是这样的 懂吗 那么 你这间家呢 最强调的 Sandy 你这间家最特别的 你看 因为我看到你屋图了 最特别强调的是一件事情 这是你的客厅 你的客厅 你要想办法让你的客厅量 你明白吗 他的屋图 你一定要想办法让你的客厅量 如果你没有办法让你的客厅量的话呢 吃亏的是你自己 对了 坐相我们都帮你写好了 而且你的柴根 你知道吗 你的柴根在你的bedroom都 你的柴根在这边 这个都没电 有电 看到吗 等一下 这间家 bedroom都 这个地方是你的柴根 看到了吗 柴根 看到了吗 这间家是你的柴根 柴根 柴根就在 我刚才画的那个bedroom都 那个地方 不要放任何的 那些阿里阿渣的东西 你这间家的客厅 如果能够亮的话 我告诉你 柴根广进 你的客厅能够亮 柴根广进 但是你的家也有一个小毛病 也有一个小毛病 就是你的家 这样子 我这样给你看 来 Sandy啊 你看一下 你的家 这样看得到吗 等一下 OK 看到吗 Sandy 好 你看你的家 你的门 是从 你的木门是从左边开的 对不对 你看你这个master bedroom 也是从左边开的 看到吗 所以这个叫父子门 我教过你们了 来我再教多一次 你的门是从哪里开的 你们一定要懂 木门 木门 从左边开的 是不是 从左边开的 然后你要找 你哪一个门是从左边开的 这个门也是从左边开的 是不是 这个门也是从左边开的 是不是 这个门从右边开的不算 这个两个 这两个叫父子门 这个这样对线 叫父子门 看到了 那么还有一点 另外还要教你 如果你的门是在右边开呢 在这个地方开呢 这个地方 如果你的门是在这个地方开呢 然后 你的木门 大门 是在这个地方开 好 所以首先你要知道 你的木门是从左边还是右边 所以 它的木门是从左边开的 看到吗 从左 left right left right 所以这个是left left左边 左边开 那么我们要去找所有的门 左边开的门 那么刚刚好 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了 它这个也是左边开 这是左边开 但是站在这边呢 应该看不到主人房的门 所以这个主人房很重要 这个主人房的气场是不错的 很重要 但是这个房间就不好了 看到吗 这个房间 它的父子门 叫父子门 父子门不能对看的 不能站在这个地方看到父子门的 懂吗 这个是泄财 这是泄气的 知道了吗 这是泄财 这是泄气 这是泄财 父子门对父子门是泄财 父子门不是对父子门的话 那叫泄气 这个财气两泄 两泄 所以你要想办法 你要想办法 站在大门 不要看到这个门 不要看到这两个门是最好的 当然你自己要想办法 要不然的话呢 不容易聚财 理解了吗 要不然就不容易聚财 我希望 我希望他要听得懂 因为怎么说 我们现在是在跟他分析的 希望他能听得懂 好不好 好 来 我们看一下 有心学 学 有心学就要学 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好 我们的这个贵人叫什么名 HTC贵人 HTC贵人 来看一下你的家 你的家 你这间家 算是 算是 先苦后田 算是一个先苦后田的屋子 为什么会这样说 你这座主屋 你这座主屋 你看 它是弯曲生 有没有 弯曲生 这叫弯曲生 你看这边都是弯的 有没有 这三座都是弯的 所以我想问你 你是不是向着这里 你是不是向着这里 你要跟我讲 是不是向着这边的 大牌 381 什么 那个是不是381 381对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向着这边的 向着这边的 381 是和不是 OK 333C 是不是 不是 那 你 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是向着334B的 对不对 你是向着334B的 是不是 哎呀 你可惜哦 你不是向着这边的 你向着这个 334B 是不是 向内的 你向内的 OK 好 知道了 知道了 向内的 向内的 说实话 说实话 我们听听实话 向内的话呢 就比较 比较 没有那么样的 旺 没有那么的旺 那么你告诉我 你是住在高楼 还是住在低楼 你先告诉我 你是住在高楼 还是住在低楼 哎 父子们 但是在大门 是看不到 看不到没有关系 看不到就没有关系了 来 我们的HTC 你住高楼吗 高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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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楼还好 高楼还好 为什么呢 如果你向着这边的话 当然 要有那个命了 比较好 这整座 这边是青龙 大家知道 这是白虎 对吧 他顺时钟走的 这是朱雀 所以 他的背是朱雀 背是朱雀 那么大家 要注意看 这个 这个他的水 在这个地方 然后他的真水 这个是他的真水 他的聚水是在这里的 聚水是在这边的 那么 对他来说 对他来说 他 他这整座 他这整座 他的后面 因为本来 这个是前面 这边是青龙 这是白虎 这是朱雀 是不是 前朱雀 就变成了 这个朱雀 这个朱雀 这个位置 相当可惜 他没有办法向着 这个朱雀位置 他就向着 他就向着这边 因为他这个 如果向着朱雀的话 他会很好 他会很好 那怎么办呢 但是他住在高楼 他住在高楼 住在高楼呢 皇天还不负有心人 皇天是不负有心人的 但是 如果 我们不要说 他住像这边 我们现在集中精神 说这里吧 我们再看看 他的内部 有没有水 来看一下 好 看到吗 这个 这个就是 你看 这个路 有可能是可以 弯进来的 你看到吗 这边 什么车 taxi 然后大家要注意看这个 当你们看到 这个灰灰色的时候 这个灰灰色的时候 代表什么呢 知道吗 这个灰灰色 就代表聚水之地 不管它有垃圾槽 没有垃圾槽 在风水的地理上来看 这个叫聚水之地 看到吗 它的水是聚在这边的 水是 所以要取材的话 我们取这里 这里 这个方位的会比较好 那么这个位置呢 OK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看起来 我们这样 你看 它的水 是流来这里的 它水是流来这里的 也就是说 它整座 它整座屋子 它整座屋子 最好的 最好的隔 最好的隔呢 是对面 对面的隔比较好 对面的隔比较好 但是它这个隔呢 比较 比较 幸好它住高楼了 我就这么说吧 我就这么说 幸好你是住高楼 住高楼 在这一座 这一座 要做生意的话 如果想要做生意 想在这一座 这一座主屋的人 如果说有十个 做生意的人 我看成功的人 应该有三个 三个 两个或三个 所以如果是 老老实实工作的人 十个里面有七个 十个里面有七个 但是 这个它的地形 是不能够 因为它不是 向着朱雀的 它是背着朱雀的 背着朱雀 它背着朱雀的 而且 它的形 它朱雀是 是往东南方飞的 朱雀是往东南方飞的 所以 不太适合那种 一直换工换工换工的人 吊里巴门可以 换工的话 是不太适合的 那这一座主屋 还是那句话 朝着外面会比较好 它朝着里面的话呢 就变成是 一定要很主动 你住在这一座主屋 不管 但你是高楼 不是低楼 你要很主动 你不主动的话 你赚不到饭吃 脸皮真的要厚一点 HTC贵人 记住 记住 我虽然这样讲 是比较没礼貌 但是脸皮真的要厚 你脸皮不够厚 你真的是 不够人家file的 我不管你的家人 是在做什么工 做什么生意 我不管 就是脸皮一定要厚 大家要记住了 因为朱雀在厚 你知道吗 朱雀在厚 朱雀在厚的情况之下 而不是 如果朱雀在前的话呢 勇往直冲 朱雀在厚的话 就是 好像老鹰 老鹰被抓 你脸皮不够厚的话 你赚不到吃 脸皮不够厚的话 赚不到吃 所以脸皮 脸皮就要比较高 好不好 好不好 那你的 因为你住高楼嘛 高楼啊 不要用暗色 记住 阿美色不要用 暗的色不要用 好不好 暗的色 千万千万不要用 你用暗的色的话呢 对你是 没有那么好的 没有那么好的 明白了吗 我不知道我这样说 你满不满意 但我也是尽心尽力 好不好 我也是尽心尽力 不懂你满不满意 大家要记住 还有 还有 昨天我们有说过了 昨天我们有说过 就是 也要教大家 因为我担心很多人 还是不懂 今天这个东西 一定要让你们懂得 清清楚楚 因为你不懂的话 那就相当麻烦 一定要让你们懂 好的 谢谢师父 那么来 我们希望说 大家能够 能够懂得 这个地方 就是 当我们 当我们呢 开我们的大门 我们的木门的时候 听清楚了 我们开我们的大门 开我们的木门 木门 产门 木门的时候 木门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木门 记住 木门 你开木门 木门 请问是在你 你开锁 那个锁是在你的左边吗 是在你的左边吗 是在你的左边 那么你去开你的房门 所有的锁在左边的 那个就叫父子门 父子门是不能够 站在大门 是不可以看到父子门的 你站在大门 你看到父子门的话 那是非常不好的 那是直接漏财的 所以父子门主财 但是他不是发财 他是告诉你 这个会影响你的财 再说一次 那如果说 我的大门的开锁 是在右呢 那么我们进去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的房门也是在右 在外面走进去 是右也是右 大门从外面走进来 也是右 锁也是右 那个也叫父子门 只要跟那个门锁 跟左边 这个门锁 跟我们的大门的门锁 是一个位置的 就叫做父子门 那么父子门好不好 好 但是如果大门看到 那个父子门的话呢 那就 那就不好了 那就不好了 要记住 那个是影响财的 所以我们说 大门不见门 就是在大门 不可以看到房门 其实不对 如果看到父子门的话 那个是影响财 那么财是什么 财就是money 那如果是不是父子门的话 那影响气 气是什么呢 健康 理解了吗 大家一定要理解 一定要理解这个意思 你不理解这个意思的话 就很麻烦了 你要理解这个意思 听懂了吗 要理解这个意思 那么只有房门 那么父子门 他是很娇嫩的 他很娇嫩的 父子门不可以对厕所门 父子门不可以对厕所 他最讨厌厕所门 也不可以对尖角 也不可以对铁门 也不可以对厕房门 父子门 父子门要记住 父子门 但是父子门如果呢 没有对门 父子门没有对任何的房门 我们的房间的 房间门如果是父子门 没有对房门的话 那那个父子门是非常好的一个门 那个房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房间 理解了吗 明白了吗 这个大家要明白 要明白这个意思 要明白这个意思 好不好 要明白这个意思 你一定要懂得这个意思 OK 来 我们呢 再 看大家那么喜欢 哇 大家那么喜欢 OK 我们打one two three了 好来 我打one two three了 我就开始 OK 好来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 好 大家注意 这样子 好 首先 大牌 111 111是在这个地方的 111是在这个地方的 111 等一下 我看一下 好 这个地方 那不用说了 这个地方 如果说 如果说 在这里的话 最有压力的 最有压力的 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比较有压力的 当然了 我们有压力是我们成长 这个地方 真的是左右为难的 住在 这里 这边 大牌111的这个 还有107 还有106 压力是肯定会有的 世界上 谁没有压力 一定会有压力的 然后这个地方 也是青龙之处 这个地方 也是青龙之处 所以111肯定 就是靠在青龙 但是呢 这个屋子也是一样 也是要住高一点 也是不要住低 也是要住高一点 但是影响事业发展 比较慢的 就是在这边 这条 这条的事业发展 就比较慢 看到吗 这个 然后因为它有 这样子的一个弯 看到吗 这个是一条大路 对不对 大路弯住小路的时候 弯来这里 这个地方的时候 这个就叫割脚水 这叫割脚水 割脚水 这个在风水上呢 你必须要住高 你才能避开 你不住高 你还真避不开 记住哦 记住哦 在这边哦 那么 来 妹 你告诉我 你是 你是住在 A 这边是A 这边是B 你是住在 A A A是这边 A 还是B 因为这个是一个折 我们叫折屋 一个弯曲的 弯曲不叫弯屋 叫折屋 这个叫折 这样子 如果这样子呢 叫木行山 这样叫木行 这叫折屋 折屋 来 是住在A 还是B呢 B 住在B这个地方 OK B这个地方呢 压力总是会过去 住在A这个地方不容易 住在B这个地方呢 压力总是会过去 压力总是会过去 你放心 看到吗 这个是一个卡巴 我再放大一点给大家看 大家要学哦 有些人很懒惰 不学不行哦 好 这个地方叫进水区 进水 这个路 车可以走 现在再进取水 那么这边我看不到 可以进水了 只是来到这里 来到这里 那么你是向外面 还是向里面 这个向 这个向是叫里面 这个向 是叫里面 这个叫外面 而且你是向里面 还是向外面 靠近112 靠近112这边 就是你住在 这个corner的这边 住在这里 OK好 那你是 你是向这里呢 还是向外面 应该向外面吧 应该是向外 外面 好 那么这个呢 你是后潭游水 这个虽然是个卡巴 在风水上 我们叫它水 后潭游水 这样子啊 我给大家看 OK好 这个叫后潭 后潭游水 知道吗 在过去 在过去 你看这个水 是这样分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是出水地 看到吗 这里也是 也是后潭游水的 但是这个水比较大 懂吗 这个水比较大 看到吗 这个水比较小 我们从图片 是这样看的 所以这叫青龙 朱雀 玄武 不是 青龙 这个是青龙 这是白虎 这是朱雀 这是玄武 所以你这个呢 也是 玄武细水 拜拜 玄武细水 看到吗 这个地方叫玄武细水 玄武在细水 不是双龙细株 是玄武细水 在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 带给你们的财呢 就没有比它大 所以这个地方的财 就是属于是 要 要慢慢的 你懂吗 这财你不能急的 要一步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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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的 住在这一座 住在这一座 这一座 其他的座 我们就不讲了 但是我们说的是这一座 这一座的话 就要很慢 它的速度 真的是 比较慢 比较慢 但是 住长久就好 开始住的话 就苦一点 因为水 它这个水 水有比较 大家记住 这是鹿也叫水 这两个水 比较大蛇吃水 当然是它 懂不懂 当然是它 那么 这边是青龙 这是白虎 对不对 这是前面 这是它的 猪雀 这是玄武 玄武细水的话 玄武一旦遇到了水 一旦遇到了水 它造财就比较慢一些 玄武喜欢什么呢 玄武喜欢山 它喜欢山 它不喜欢水 它喜欢山 所以你刚才说 你说 你像着的是前面这边 是不是 你像的是外面 这里 这是你的像 这边就是你的坐 你可以看 你后面没坐山的 看到吗 看到吗 你这个是坐 你虽然是坐 后面没有靠山 也就是无人可靠 你们这家人 不管做什么 都要靠自己 都要靠自己 可以说是无人可靠 所以大家要懂得 今天至少 你要懂得 我们原来这些马路啊 这些大路啊 这些都可以让我们认识 我们家里面的磁场 的气场有多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要告诉大家 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家里面 家里面真的 家里面在风水上 在风水上 我们不管 不管你的家 不管 好像我们说 不管你家有没有煮饭 是不是 不管你家有没有煮饭 也是要有一个饭锅吧 是不是 你家有煮饭 没煮饭 没关系啊 但至少有一个饭锅 那我不要有饭锅 我不要有饭锅 那至少也要有一个烘烤炉 是不是 我不要有烘烤炉 我最喜欢烘烤炉 那你至少也要有一个灶炉吧 明白吗 至少嘛 好 风水上我们说的 这个叫九宫八卦图 九宫八卦图在风水上啊 可以说是你不用看风水 你家里就挂一个九宫八卦图就对了 我们可以这么样的 直接的跟大家说 你不用看风水 你直接挂一个九宫八卦图就对了 你要对窗也可以 要对门也可以就对了 九宫八卦图 这个图好不好呢 当然是好的图 当然是好 这个图当然是好 但是你要记住 你这个图 如果你只是用来挂美 那不要挂 你要用来挂风水的话呢 你一定要懂得怎么样去挑选 就是师父他是用心的 用心的来帮我们去把这个东西给画好的 而且要嘱咐师父 画还是一样的画 明白了吗 画还是一样的画 但是画到你的手里和画到我的手里又不一样 我们一定要知道九宫八卦图 在风水上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另外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 把你的家 把你的家一定要搞干净 搞清洁 把你的家搞干净 搞清洁 这个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你如果没有把你的家搞干净的话呢 再好的风水也是假的 Sandy问什么 请问师父 刚才你说我的屋子属于中宫 那会有什么 什么要注意的吗 中宫不能按 知道吗 因为中宫很容易按哦 Sandy 中宫很容易按 你的中宫记住 不能按 明白了吗 美翁你也要记住哦 所以中宫是不能按的 只要我们家是在中宫就不能按了 明白了吗 所以九宫八卦图多重要呢 在风水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九宫八卦图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我们也时常用九宫八卦图呢 来做这个供养 也就是我们说的 我们说那个叫什么 这个药王药王精 我给大家看你就知道了 看到吗 这个 我们的这个药王精 看到吗 我们的药王精 就是用全精的主宫来供养我们的元神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烧了药王精之后呢 他告诉我真的 运势呢 开始他 的的确确看到很多改变 我们这几包也不多 就是三四包东西 烧了之后真的是非常好 不用谢不用谢 所以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我们是这个药王精 不是 我们的那个九宫八卦图 九宫八卦图挂在哪里好呢 随你 随你 但是最好还是说 对着大门 或者是对着 对着我们的客厅窗口 或者对着我们家里面 记住 对着 对着这个 对着这个 大门 如果说九宫八卦图 对着大门的话 我们出入平安 回家有靠 出入 出入平安 为什么呢 我们出去的时候呢 后面有九宫八卦图 我们回来的时候呢 能看到九宫八卦图 所以九宫八卦图 对门的话 是代表出入平安 然后呢 遇事有靠 遇到什么事情 我们都有靠 有帮忙 有人来帮忙我们 这是这样的含义 当然 邪气不轻 邪的东西 不会来打扰我们 不会来打扰我们 那么如果是对窗口的话呢 是专门管事业 管学业 管学习的 如果说你要对着窗口 专门管你的事业 专门管你的学业 你可以在外面买 你可以不用跟我买 是不是 你可以在外面买的 无所谓的 你们可以在外面买 那买来之后 就算说 虽然是买了 对不对 价钱很便宜 是吗 但是你要注意 你千万不要买那种 复印的 Dick for door的 复印的 这是一 第二 千万不要买到画家的 画家的话 它是十多个人在那边 二十多个人在那边画的 那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因为你是想要用来帮助你的风水的 就像我们说的 如果你想要治病的 那还是跟医生买 还是跟专家买比较好 你千万不要去那些地方乱乱买 买了之后吃得不好 你还怨医生那就糟糕了 明白我意思了吗 听得懂了吗 所以要记住 如果是对着窗口的 对着窗口都是学习 事业啊 学业啊 生意啊 都是这样子的 都是这样的 让我们比较有信心去面对一切的 有信心去面对一切的 那么 如果是对着我们的客厅 对着我们的客厅 那是家庭和合的 家庭和合的 就家庭啊 改啊 改运的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那么如果说对着我们的房间的啊 对着就是说 不是放在房间 是放在客厅 然后呢 它是对着我们的房间的 那是让子女平安健康的 理解了吗 所以 只要在你的客厅 九宫八卦图 只要在你的客厅 你就不用去担心那么多事了 明白吗 你就不用担心 因为九宫八卦图是非常重要的 九宫八卦图 它是 在风水上 我们每次都在用九宫八卦图 我几乎是每次都在用 客厅外是大海边 哦 那是不错 客厅外是大海边 所以大家记住了 看到海 看到鱼 看到游泳池 这个都是叫聚水 聚财的聚 聚宝盆的聚 聚水 都叫聚水 聚水能生财 聚水能生财 所以很多人误会啊 说家里白水位就是财位 不是 它是能够生财 它是能管住你的财的 沙发后面可以吗 最好不要在沙发后面放九宫八卦 我建议 我建议 除非是必不得已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沙发后面要放金山银山 要放金山银山 那是会比较好的 那会比较好的 就是不懂 不懂 Sandy 我坦白告诉你 Sandy 你的那个九宫八卦图 真的 你的家的这样的情况的话 客厅一定要亮 一定要亮 九宫八卦图真的很适合 真的很适合 对不起 我这样讲 你不要当那时候 哇 师傅你要卖东西 你不要这样想我 不要这样想我 但是我不讲又不行 是不是 不讲又不行 就像医生一样 是吗 OK 你们没有看过 他们怎么没有看过呢 我们有没有 有没有那个框好的 大水沟 大水沟要记住 要记住 如果有水 不要发臭 青龙边有水 是最好的 你知道吗 青龙边有水的话 是非常非常好的 但是你要记住 你要记住 见水 只要 只要 因为水有三种 一种是大路 大路 我们外面 刚才不是说黄色那个吗 叫大路 大路 大路 另外一个呢 就是 弯进来你的家 好像比如说 Taxia 弯进去我的家 那个 那个叫睡楼 对不对 那是睡楼 大路 所以记住了 那个是路 不是水 但是在风水上叫水 叫水 懂吗 它是叫水 那么如果是真的水呢 它是能够管制你的财的 真的水是能够管制你的财的 九宫八卦图 可以放在餐桌的墙壁吗 可以 可以 但是 最好能够放在客厅 因为放在餐桌的墙壁 它有其他东西 是比它更好的 九宫八卦 真的是非常好 真的是非常好的 好 这个是别人的 别人的 我们可以 OK 你看 我们给你们看 我们给你们看 给你们看一下 等一下 来我们等一下 我拉一下 好 大家看一下 这是别人的 别人的 我们是没有框的 我们是还没有框的 OK 所有 所有的这些 都是师父亲笔画的 亲手画的 有些师父呢 他是不要签名的 有些师父 他是愿意签名的 这个我们不能强壁 不能强壁 那么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叫九宫八卦图 这叫九宫八卦图 看到了吗 好 要记住 OK 我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九宫八卦图呢 他改运是很好的 但是要记住 要记住 九宫八卦图 大家听清楚了 不要对着 不要对着斜梯 知道吗 知道什么叫斜梯吗 不能对着斜梯 不能对着斜梯 比如这么说 楼梯是这样子的 我这样说 比如这样说 这个楼梯是这样走上去的 对不对 这样走上去的 对不对 这样走上去的 你不管放在哪里 不管你放在哪里 楼梯是这样走上去的 楼梯是这样走上去的 对不对 我们家里有楼梯吗 OK好 没有楼梯不用请 有楼梯记住 楼梯是这样走上去的 这样走上去的 你千万记住 你要放哪里都好 你千万不要对着这个楼梯 这样对 我不知道你们到底听得懂吗 你们听得懂吗 就是楼梯是这样子的 我爬楼梯上去 对不对 爬楼梯这样上去 对不对 你千万不要放在这边 明白了吗 不要对着它 千万记住 不要对着这个楼梯 斜梯 你千万不要对着斜梯 这样子很容易 这个叫什么 我们叫减受 我们叫减受 减受 不管你再厉害 你会飞 你会赚地 也是受不起这样子的 理解了吗 这个是再说一次 这个是楼梯 这是楼梯 知道吗 楼梯 楼梯 那么我们不能够这样放 理解了吗 理解了吗 我希望你们这个能理解 是啦 不是每个人都有楼梯 但是我是这样说 我是这样说 如果有发现到这样子的话 跟他说一下 你的九宫八卦图 不要这样放 他放其他的图 我们没权利说话 但是九宫八卦图的话 最忌讳的就是 就是你有打斜他 就是你挂了时候 你这样子 跟他这样子 好像现在你们 你们就是九宫图 我这样子 懂吗 就是你们是九宫图 我又 不要说楼梯 就是 我有一个木的设计 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 那就不好了 记住 你们一定要记住 这个要懂的 但是这个 我告诉你 十个人 十个人里面 没有一个犯到的 这个是很基本的东西 没有人会犯到这个东西 但是我们要教你们 教你们 那师父 没有框的呢 没有框是这样子的 这是 这是代表没有框的 这是代表没有框的 来给你们看 OK OK 看到了吗 这就是没有框的 这是没有框的 看到吗 OK 来大家看一下 我们不是炫耀 师父的手印 他愿意就愿意 他不愿意就是不愿意 师父的手印 他愿意就是愿意 他不愿意就是不愿意 这是签名 手印 我们要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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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挂梁的下面 可以 可以挂梁的下面的 九宫不怕梁 九宫他没有问题 在梁的下面 他根本就不是问题 九宫图在梁的下面 根本不是问题的